小海民爱生活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25岁以下的女性 数字实在是让人冲目惊心 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型 还没有来及看这个世界一眼 就被无情的扼杀了 那么做完人流手术的小宝宝去哪里的呢 医院就会自然的把一些宝宝的遗体堆积到一块 然后就会当做医疗废弃物一样进行焚烧 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的被一把火烧了 不留下一点痕迹 所以女生们如果还没有做好做妈妈的准备 一定要做好避养措施 做人流不仅对小宝宝残忍 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如果多次做人流手术 有可能以后就很难再怀胀小宝宝了 说到底大家要爱惜自己的身子 不要因此失去做一个母亲的资格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